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要習慣在畫圓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 圓心 這個 十字畫出來 哈 所以注意看喔 好,老師切切3,4,6,8 好,三邊形是跟這個有關係 對不對,所以你注意看 好,用30度角這一個 用30度角這一個 好,老師先畫一次給你看 先畫三邊形跟六邊形給你看 來 好,畫一個圓之後 同學,這裡接起來是什麼 圓內接,三邊形的嘛 對不對,如果這樣子接起來 是六邊形的 有沒有 好不好,再來 八邊跟四邊就要以這個為主了嘛 對不對,老師不是說八邊形 四邊形跟這個三角,三角板有關係 對不對,好,來 一樣,先把十字畫出來 好了,之後 來,跟45度角有關係 好,再畫一個圓 有沒有,這個是四邊形 對不對,這個是八邊形 好,現在老師在跟你講 有一些地方你要注意到的 請問同學 六角形是有分成這樣子 的六角形 也有這樣子的六角形 有沒有,平的 哈,這差別在哪邊 來,注意看 你看,畫直的六角形 你第一個要先畫的就是垂直線 哈,搭配的時候是搭配什麼 沒有,三十度角 所以你注意看 所以你注意看 有沒有,這在畫一個圓是 六角形 對不對 好,如果你是平的 先畫水平線 如果你是平的 先畫水平線 來 搭配的就是搭配幾度角 六十度 好不好 有沒有 其實你不用背來 你注意看 我畫垂直線之後 來啊,你用六十度角 你覺得這樣子像六角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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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子畫一個 你這樣接起來像六角形嗎 你這樣接起來像六角形嗎 對啊,六角形 可是不是正六角形嘛 對不對 所以,很快的用三角板 就可以畫三 四 六 八 好,來試試看 老師可以 好好看